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在后宫地位很低 很少有朝鲜女子能成为妃子的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元朝末年元顺帝时期 朝鲜进宫的一个美女 她名字叫玩者不斗 她不仅成了元顺帝的妃子 还直接成为皇后 被史书成为其皇后 一开始其皇后入宫 只做些杂役活 但因为她容颜秀丽 被元顺帝看中了 元顺帝是有名的好字 皇帝 其皇后也有一套方法 把元顺帝服饰得舒舒服 于是皇帝对她十分崇敬 还把她立为妃子了 这下让皇后侵查达纳失礼 不高兴了 于是她明人长大且皇后 痛骂她勾引皇帝 不料元顺帝得之后 反而对清查达纳失礼皇后不满 后来清查达纳失礼皇后的兄弟谋反 被元顺帝扫平叛乱后 他自己也被牵连 皇后位置被废 这时元顺帝便想立其皇后了 不过当时的宰相伯言十分反对 他觉得其皇后是朝鲜女子 怎么能立一座女子为皇后呢 元顺帝无奈作罢 元顺帝只好立了一个叫红吉拉伯言乎 兜的蒙古女子为后 对于皇位之后失之交臂的其皇后来说 她自然想除掉伯言 于是天天在皇帝耳边吹风 时间一久 元顺帝真就废掉了红吉拉伯言乎兜皇后 同时还废掉了宰相伯言 没有了阻碍 其皇后终于顺利成为元顺帝第三任皇后 就这样一个一族帆帮女子 成为元朝皇后 堪称史无前例 跟其皇后一起进宫过来的 还有个太监叫普布花 他虽然是太监 但据说他跟其皇后还有一腿 元顺帝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在其皇后的迷惑之下 元顺帝重用瓢布花 这个太监趁机打压一击 跟其皇后狼狈为奸 把整个元朝搞得无烟瘴气 而元顺利竟然一直不察觉 他重用有个朝鲜过来的太监 已经令人嘲笑了 还放任朝政不管 实在昏庸至极 在其皇后和瓢布花的折腾下 元朝岌岌可危 这时中原大帝叛乱四起 郭子兴、陈有亮、张世成等都起兵返元 其皇后做了三十多年皇后 后来被朱元璋赶跑 元顺帝带着其皇后逃回蒙古 元朝灭亡 尽管元顺帝没心没肺 但元朝在他手里灭亡 他心里或多或少 还是对其皇后产生了怨恨 加上其皇后年老色衰 他也看不上了 其皇后越想越气 在元朝灭亡第二年 忧郁而死 作为一个朝险进 供过来的女子 其皇后能爬到中国的皇后位置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 她还搞垮了元朝 在历史上算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只不过她在后世的名声实在不太好 然而她跟小布花的爱情故事 反而流传千古被人称颂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